风力发电危害大 欧美国家斥责为垃圾电 我国为何还要大力发展 谁能想到无污染排放 不用担心枯竭的风力发电 有朝一日却被欧美国家斥责为垃圾电 人类利用风能的历史 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500年 当时古埃及人将第一艘帆船推下了尼罗河 开启了风帆时代 我国古人不仅使用风帆远航 还学会了利用风能提水 灌溉 磨灭 充米等 那时的人只是驱使风带动风车 做着简单的劳作 后来人们认识了电 发现电磁感应的原理 想到了用风力带动发电机 就有用不完的电 1887年7月 一位财大气粗的苏格兰学者 在自家的别墅里 建成了世界上第一台发电机组 用来为别墅照明 同样在1887年 一位美国发明家建成了全自动的风电机组 风力发电开始商业化 在蒸汽机出现 煤炭价格走低时 风力发电出现一次低谷 不过到了20世纪初期 风力发电迎来了一次小热潮 被广泛运用于欧美国家偏远地区发电 到20世纪下半夜 人们发现世界上的石油有限 火力发电排放的污染物 对环境危害大 清洁又用不完的风能成为了发电界的新宠 时至今日 风力发电有了较成熟的技术 大致被分为两种 一种水平轴发电 一种垂直轴发电 水平轴发电较为常见 就是我们常见的风车 风吹过螺旋桨 使其产生侧向力 经过齿轮箱变速 带动发电机 发电 垂直轴发电的原理 跟水平轴一样 不同的是 它不单靠一个面的讲 这样无论从哪里来的风 都能被利用 虽然四面的风都可用 但它对风能无法很好利用 发电效率只有40% 所以主流的风力发电 还是以水平轴为主 风力发电对鸟类危害大 每年有数百万鸟 葬身在巨大的螺旋桨上 有的数字翻了十倍 有说数千万 风力发电在建设时 会选择地势开阔 风能充足的区域 难免跟鸟类栖息地 重合的地方 对鸟类的伤害 在所难眠 2009年 一项调查研究显示 风力发电 每产生1000瓦时的电 就会有0.3只鸟死亡 如果所有风电都这样 每年死于风力发电的鸟 就有数千万只 可这种情况 只在少数鸟类聚集地存在 大多风力发电厂的鸟类并不多 还有部分是建在海上的 并且化石燃料 每发1000瓦时的电 就会杀死5.2只鸟 相对而言 风力发电反而对鸟更友好 其侧是风电所产生的噪音 百米长的巨大螺旋桨迎风转动 产生的声音总是惊人的 如果家住风电厂附近 想睡个好觉都难 但风力发电机 可不是小小的风车 它需要很大占地 才能发挥作用 不可能建在居民区 都是在人烟稀少的平原 草原 山顶 或者是前海地区 发电机远离人烟 受到影响的人很少 反而受益于风电的人很多 第三点是对气候的影响 世间能量都是守恒的 在发电过程中 部分风能的消耗 势必会减少自然界的风 减少带来气候的变化 不过呢 同样对比传统发电 每年大量废气排放 造成的温室效应 可比风力发电 带来的气候危害更大 最后一点 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风电厂建设一般会占用大量土地 这些土地难以生出更多植被 产生水土流失 以及沙漠化的问题 在陆地上 这是不可避免的 但近年来 风力发电的方向 更多瞄准了海上 海上的风力资源 比陆地更加丰富 并且作用在机组上的载荷 小 能延长机组的使用时间 所以 相较于传统发电 风力发电 尽管有缺陷 但都能很好解决 并且更环保 不像一些负面言论所说的不堪 中国的风力发电 已经领先欧美国家 究其原因 一共有两个 一是发电机组的质量问题 二是成本较高 先说质量 根据彭博社去年7月的报道 德国西门子能源 在新季度中 因风机发电组质量的问题 损失了45亿欧元 其中 涡轮部件磨损的主要原因是 这些涡轮机 为西门子哥美萨所产 这种磨损 超过预期使用的问题 将使全球至少15% 发电超132G瓦的 涡轮机受到影响 其次是成本 去年7月 瑞迪一家能源公司 突然宣布 停止在英国 诺福克海岸的 一个风力发电项目 原因是 受通货膨胀影响 整个项目的成本 上升了40% 无力继续下去 同样的情况 在美国也发生过 当年美国准备在 马萨诸瑟州海岸 建一个风电厂 西班牙一家能源公司 原本已经签订合同 最终没能建成 原因是建造成本太高 同样来自丹麦的 一家开发商 也放弃了美国 罗德 岛州 海上风电的投标 原因是 太费钱了 总而言之 无论是建设成本高 还是质量问题大 根本原因 都是去中国化 造成的结果 在此前 欧美国家在清洁能源领域 一直想方设法排挤中国 有国家一旦与中国联系 过于密切 往往会受到其他国家的非议 在一系列去中国化的手段下 欧美国家不但没能超越中国 反而让中国的风电 遥遥领先 如今 中国已是世界上 风力发电装机容量 最大的国家 截止2023年 我国风电累计装机容量 达到4.7亿千瓦 是美国的两倍还多 成断崖式领先 在差距面前 一些西方国家终于醒悟过来 德国媒体曾表示 中国的涡轮机 至少比欧洲的便宜一半 其他风电产品 同样有着很大价格优势 咨询公司专家保罗·温德林表示 中国风电设备 与欧洲所制造的 没有任何质量差异 中国的风电机组质量好 价格便宜 能完美解决 欧美面临的成本和质量问题 每天嗨科普 我是闪电哥 咱们下期见